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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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如何设定Column Injunction和Detector的温度 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如何设定Injunction的温度 假设今天要设定Injunction的温度为200度C 我们则会先看到Stop和Stop中间有三个按钮 首先先按下去中间Injunction的这个按钮 那如果是200度性就按右边数字键的200 再按橘色这个Enter 这样就可以看到Injunction为200度 即完成设定 如果要设定Detector的温度为220度 则在橘色和绿色这按钮中间先按Detector 再按右方数字键220 再按橘色的Enter 则可以看到Detector的温度为220度 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如何设定Column的温度 Column的温度总共分为五个 第一个是初始温度 以及初始温度所需的时间 和升温速率以及末温和末温所需的时间 那如果我们今天要设定Column初温为120度 我们则会先在橘色和绿色按钮的第一个按钮按下Column 再按上方第一个按钮就是初温 如果要设定120度 则在右方的数字键按120 之后再按下方这个橘色按钮Enter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显示初温为120度 那如果要设定初温所需的时间为5分钟 方式也是一样 先按下橘色和绿色第一个按钮Column 再按下初温所需的时间 就上方第二个按钮 之后再按右方数字键的5 再按下Enter 则可以看到初温所需的时间为5分钟 其余类推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如何点燃FID侦测器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气象程序仪的上方 上方可以看到这里是FID侦测器的出口 那我们要教各位如何点燃FID侦测器 首先要用到电子点火器 那电子点火器你直接在上方的出口 直接点火 点火之后你会听到轻轻BOK的一声 就已点燃了 但是我们要确认说是否火焰已经真的已经凿了 我们就会用金属片去靠近FID侦测器的出口 如果有水蒸汽凝结在上面 则为点燃 那如果没有 可能需要再用电子点火器去把它点燃 即完成电子点火的步骤 接下来教各位如何使用积分软体 首先这位Windows的桌面 按左键点两下PigABC软体 即可以看到PigABC软体开启 开启软体之后 可以看到视窗有分三个视窗 那可以看到最上方的这个视窗 则是教你如何设定GCMath的积分软体 那右下方则是GCMath它的图谱 那在左方则是您档案的位置 首先我们要先设定GCMath的参数 在右上方可以看到 Channel有分A和B 则是要看您使用哪一台GCMath 那这一次我们要使用的是B BChannel 所以我们要设定的是B 那在时间上面 我们的样品大部分都会在10分钟就跑完了 所以我们就会设定10分钟 那所以我们底下的显示 在Display这个地方 也就是要显示下方的图谱的范围 所以我们时间也是设定10分钟 那Y轴的高度 一般我们会设定在500左右即可 本实验的目的是要分离四种样品 那可以看到左方这边有四个样品 最左方有三种存物质 右方这个则为混合液 借由GCMath我们打入这三种存物质 最后再打入混合物 可以知道由GCMath的图谱 混合物是否为这三种的混合液 右方这里的针则为GCMath的专用针 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 如何填装样品至GCMath专用针 首先第一步要进行的是洗针 将样品瓶盖打开 将GCMath的专用针进入样品 先吸取样品 将样品的肺翼排到肺翼屏 再吸取样品 再排到肺翼屏 此动作重复4到5次 最后吸取样品的量 约2μL左右 再将针间稍微样品排出一点 即完成样品填装置GCMath针头 将以填装王样品的GCMath针 注射到GCMath里头 此为GCMath的上端 而此口为Injunction端 首先先将GCMath针 直直的插入GCMath里头 而要把它插到底 样品才有办法注射进去 接下来将样品上端往下压 再迅速的拔出来 那即完成注射的动作 图谱完成之后 则是要列印图谱的动作 可以看到左上方有 File、View、Action、Tool、Windows、Help 这六个按键 我们要先按到Action的部分 也就是左边数来第三个 下方第五个按键为Report、Preview 按下去之后 则可以看到你的Report 需要Report出来的图谱 那这个图谱要列印出来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按 上方有这几个按键 算过来第四个就是列印 按下列印之后 则可以在印表机 拿到你所要的图谱 当实验完成之后 就要知道如何关闭仪器 首先要教各位的是如何关闭电脑 那此为积分软体 关闭积分软体 直接按右上方的红色XX即可 再按 它会问您要不要修改 你就直接按否 即可关闭 那关闭电脑的 你就可以直接按 左下角的开始 按电脑关机 之后再按 中间这个按 红色按钮关机 即完成关机的动作 电脑会自动关机 所以只需将荧幕的电源钮 关起来即可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 如何关闭GCMAS 关闭GCMAS第一个步骤 要先将Column Injunction和Detector的温度降回室温 所以首先我们要先设定Column Injunction和Detector的温度 设定为25度 首先先设定Column的温度 它要按的方式跟上次一样 先按Column 再按初始温度 再按右方数字键25 再按Enter 即设定为25度 Injunction也是一样 先按Injunction 再按右方数字键25 再按橘色的Enter Detector也是 按完Detector之后 再按右方数字键25 再按Enter 那也可以用Monitor 去监视目前的温度 那操作步骤为先按Monitor 再按Column 而现在温度是66度 当温度降为25度的时候 即可 当温度下降到炉面板 所示Column的温度为25度C10 即可按下 白色按钮旁边有个绿色按钮 为加热的按钮 按下绿色 把Heater取消 取消完之后 再把Power键 按到Off的这一端 即完成关闭GC 接下来关闭的是气体钢瓶 气体钢瓶一样有空气 氢气和氮气 那三种气体都必须要关闭 尤其是氢气 氢气具有爆炸性 它必须要完全关闭 接下来教各位如何使用 关闭气体钢瓶 首先拿四角的板手 将主阀先关闭 等主阀的压力和刺阀的压力 下降到零时 当所有指针 主阀和刺阀的指针都归零时 即可将刺阀的旋钮 以Off逆时针的方式 选到旋松 即关闭刺阀的开关 这样即完成关闭气体钢瓶的动作 就是这样即可 这一笔的本事 就像那样 先说 自己最好 是延传的 旋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